冬华帝君觉得,这几日的凤九很有些不同 行事作风都仿佛回到了在太成功的时候 若不是他几次试探,凤九那依然迷茫无措的神情 他都差点以为属于自己的那只小狐狸又回来了 这不,一大早,自己刚刚拿起笔,准备写几篇范静静心 就见那只小狐狸在外头探头探脑的往里边瞧 偷偷摸摸的样子很是可爱,见他正抬眼望着 小狐狸又似有些心虚,脑袋一下子缩回去了一半 只留两只大眼睛一闪一闪,眼巴巴地瞧着自己 帝君觉得有些好笑,遂将拿起的笔又放回到了原处 轻轻地咳了一声,悠悠地道,想尽面进来吧 然后便用手轻轻地支在脸旁,好整以暇地等着 门外,先是探进来一只小脚,脚掌在地上磨啊磨 蹭啊蹭,踢腾了半天 紧接着,一身赤红丝质白者长裙的少女红着脸出现在帝君的视线里 少女双手背在后面,似是藏了什么东西 见着帝君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桃花时的眼眸愈加羞涩 樱桃小口张了又张,幻想才知悟地应出生来 B,帝君 嗯,东华帝君身子略微作证了一些 漫不经心地扫了一下他背着的双手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慢慢地道 手里,拿的什么 这几日不知是听了谁的指点 这只小狐狸变得格外殷勤 不是一早就等着端茶送水 就是没事边凑在自己身边满脸讨好的问 帝君,中午想吃什么 昨天的糖醋和藕如何 燕窝八仙汤可还要再来一份 金丝确酥也不错 奉了鱼翅配上红梅珠香 莫先生吃得很是赞不绝口呢 帝君也要尝鱼尝吗 这还不算 前天午时刚过 这只小狐狸便一扭一扭地蹭到自己身边 举着一本妙意真惊一脸诚恳地看着自己道 帝君,能不能烦你给我讲讲 然后很自觉地随手拽了个团店就地一铺 端正地坐好等着他开口 他低头扫了一眼那本金书 书皮虽然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但仔细一瞧却不难发现 书页都已经发黄 里面几处边角还有些淡黑斑点 用鼻子一嗅 空气中散满了发霉的味道 真不知这书册被埋了多深 真难为他能扒拉出来 他随手翻了两页 缓缓地开口问道 你哪里不会 这话一出口 那只小狐狸明显愣住了 他使劲抿着嘴巴 手指在坐垫上倒来倒去 吭斥了半天才道 那个 那个 帝君 都不大会 说完脸一红 便低下了头 明明知道他不过是 刻意寻个借口讨好自己 但见他就这般安静地 坐在自己身旁 帝君的心理仿若 又回到了太成功的日子 那时的自己也是 这般的拿着佛经 而他在一旁 专心地画着画样子 偶尔偷偷地抬眼望一望他 便又迅速地转回了目光 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 生怕被抓住了一样 不管是谁给他出了这样的主意 帝君都觉得 自个该成这份情 他慢慢地开了口 一手执着书 一手自然地轻放在膝盖上 他轻易在自己脚旁 亮闪闪的毛子里 带着些许的迷茫 或许 这样的情景 他也觉得熟悉吧 当浮云遮住了阳光 当积雪覆盖了大地 当群星隐没在了黑夜 当回忆布满了裂痕 纵使相逢不相识 奈何相见便相知 终有一日 清风会吹散浮云 阳光会消融积雪 月光会照亮黑夜 而残缺的裂痕 也必会被温暖填满 这一切 不过是需要时间罢了 他第一次觉得 神仙漫长的一生 居然这般内有用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小狐狸的脑袋 便不受控制地晃来晃去 最后堪堪抵到了他的膝盖上 他无奈地笑了笑 不出意料 能坚持这么久已是不易了 他的手细惯性地 扶上了他的秀发 却又迅速地收了手 眼神暗淡了下来 口中默默轻语道 不是他 然后低头看了 看那熟睡的面庞 凉凉道 是该各归各位了 他中还是忍受不了 他的灵魂披着别个的外形 纵使阿兰若美艳娇媚 也比不得他一丝浅笑安然 这 这个 送 送给帝君 少女迅速地 把背在身后的双手 拿到了身前 手中捧着一个雕刻精致的小木匣子 盒子散发出阵阵谈木香味 盒子周围雕刻着芙蓉病帝金莲盛开图 片片荷叶包裹着一朵朵的芙蓉金莲 活灵活现 怕是芙蓉仙子成玉援君看到 也要圣赞一生 极美 东华帝君接过木匣子 抬眼看着面前的少女 眉眼中近视笑意 她不景不慢地缓缓打开盒子 目光一探 剑里面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个毛茸茸的红色吊坠 这样子 似乎 是只 狐狸 粗糙的针脚 别扭的手法 还带着蜈蚣般曲曲弯弯的纹路 真是格外的 难看 她伸手将那毛茸茸的吊坠拿了出来 细细地抚摸着 探声问道 这是 她的厨艺和打架的水平自己都是知道的 唯独没见过她在针线上有何剑术 今日一剑 果然不同凡响 少女一见她出声询问 脸上的红韵似乎更深了 两只手不停地来回搓着 半天才坑坑巴巴地说道 那 那个 前日 听 听帝君说起 以前在太陈宫养了只小红狐狸 很是喜爱 可惜 可惜 莫过多久 便走失了 心中很是遗憾 我想 这大概 是你们无缘 帝君也不必太过在意 随着般说 但 还是觉得 若是奉上一个这样的吊坠 帝君待在身边 也算是 留个念想 或许 或许会高兴些吧 她素来不善针线 为着这么个吊坠 她跟着茶茶学了一个晚上 勉强能把那一块块的毛绒缝在一处 如今两个手指头上都是坑坑洼洼的针扎痕迹 稍微用些力便疼到了心底 她觉得 若这还不算是一片真心 那她也实在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了 不错 帝君点点头 顺手将这毛绒绒的挂坠别在了腰间 她那一身滑贵的紫袍加上这一红彤彤的挂坠 很是有些 奇特 不过她自己没有丝毫的在意 只是认真地看了一眼面前的少女 似是要看透她的心底 你有何心愿 不妨说上一说 她这般用心 若不是有所求 那便才是奇怪了 不过让她说一说 并不代表她就一定要答应 少女的目光亮了亮 想要说些什么 但犹豫了再三 还是低下了头 轻轻地摇了摇道 没有 不是不想说 只是终究张不开口 因了自己的心愿却要伤害别人 这事 她始终是做不来的 分魂是何等大事 纵使是帝君也必伤元神 一想到帝君会伤及元神 她的心底就隐隐作痛 果然 是自己太善良了吗 不愧是自己看上的人 帝君的嘴角露出一丝的笑容 她站起了身 从怀中掏出一串铜铃 递到少女的眼前 吩咐道 把这个戏到脚踝处 论了一下 又补充了一句道 既然你送了我东西 我也该喊你一样 总不好说我以大欺小 占你的便宜 有这铜铃在她身边 自己走得也便放心些 不 不用 少女有些迷茫 她觉得往常帝君在这里吃吃喝喝 也没提过一句回报之类的话语 这惊得是太阳打难便升起了 铁公鸡居然舍得拔毛了 见到那串古朴的铜铃 她下意识地接了过来 口中却依然推辞着 帝君慢慢地夺到她面前 直接了当地道 是你自己戏 还是我帮你戏 不看着她把铜铃记上 她是断然不会安心的 见她迟迟没有动作 她微微皱了皱眉头 二话不说便咬弯腰 看着帝君的动作 少女吃了一惊 往后退了几步 慌乱地摆着手道 不必不必劳烦帝君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说完 干脆利落地把铜铃系到了脚腕上 身脚晃了晃 铜铃发出轻亮的响声 感觉很熟悉 若是遇到危险 震动此铃 我便会感到 帝君的声音微微有些波动 断然没了平时的淡然 这几日 我要去齐南神宫一趟 你若有事 着人稍书信给我便可 说完 紫意飘飘 消失在少女的视线中 少女低头看了看脚下的铜铃 男男子语道 这话 英和听着这般耳熟 这是我的本命铜铃 你若有事 便用仙法震动铜铃 我便会感到 不会 刚才我已经将你的精血滴了进去 这铜铃便认你为主了 除了你 没人能将它摘下来 除非 没什么 东华帝君走后第三日 从比翼鸟族的皇宫中暗暗流传出一条消息 长公主菊诺与自己的娇叔先生有了私情 暗同款区 已非处子之身 消息一传出来 比翼鸟族的上君大怒 贺令彻查消息来言 却熟料这一彻查不要紧 反而愈发印证了消息的真实性 现如今的菊诺不但非是处子之身 而且还已经怀有了身孕 这一来 纵使清化夫人窟的梨花带雨 都不能打动上君分毫 比翼鸟一族对于贞洁二字很实重视 若有这类事情的发生 断不能容 何况这菊诺本是要许配给神官长陈业的 原本连日子都选好的时候出了这样的事情 不仅让比翼鸟皇族大师颜面 还使得秦南神功跟着一并丢人现眼 于上君而言 不论是为了维护比翼鸟一族的法计 还是为了缓和与秦南神功的关系 菊诺都是不得不处置的 而且必然是重刑 比翼鸟皇族的审判会议召开的那一日 清化夫人不顾体恤娇弱 带着长地直直地跪在宫殿外的大礼石的板上 不识不语 妄图用这样的方式打动上君的心 可万没有想到 以往言听必从的上君却好似换了个人 对这种行为居然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会议开了整整一日一夜 当传指官带着旨意不出宫殿时 清化夫人已经是精疲力尽 长地早已攀坐在了地上 看着传指官出来 他强打着精神 用眼睛可怜巴巴地探问着 见他那般神情 传指官也略有些不忍 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眼神中闪过一丝怜悯 然后轻声在他耳边说了两个字斩首 便不再看他 静止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清化夫人听到这两个字 直挺挺地便晕了过去 长地下的缩成了一团 周围一片慌乱 而他最心爱的女儿菊诺 却是至始至终 也没有出现 消息传到了苏诺叶的耳中 他冷冷地笑了笑 轻声道 来了 便转身出了门 直奔凤九的公主府而去 凤九的府邸不大 但这几日被他收拾得 也算稍稍有了规矩 静门抬眼便是一处 假山堆积的古风 绕过杖景一转便 释出酒取游郎 游郎出透着25处露窗 图案似白色剪纸一次排开 透过剪纸的空隙 中原的景色游爆琵琶半遮面 隐约看见那山 拉池 那亭 没走一步 景色都会随之变幻 真当得上是一步幻景了 苏默夜心中有事 并无暇欣赏这幅中美景 几步跨过了九曲回廊 穿过了玉石小桥 不远处便是一处亭子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风月亭 自己虽带着女子特有的娇柔 但一笔一画甚是洒脱 鱼子运上也有阴气 这是她的字 苏默夜停住了脚步 她还游记得第一次握住她的手 在纸上一笔一画的肉写着自己的名字 苏默夜 她指着这三个字认真地告诉她 这是她的名字 她当时笑嘻嘻地说道 这名字可不配你呢 然后又缠着她教她写自己的名字 当她歪歪扭扭地写出阿兰若三个字的时候 兴奋地鼓着掌道 这便是我的名字 真好看 只是 如今却只剩下名字了 苏默夜久久地立在亭子前 一层水无渐渐浮上了她的眼眸 忙碌间她仿若又看到一身飞色的少女坐在亭子中 一手托着下巴 一手执着眉黑紫 冲她款款而笑 红唇勒张 声音若泉水叮咚 师父 我们在这一局如何 当苏默夜走进亭子时 凤九正坐在亭子里低头摆弄着什么 一台员看到苏默夜的身影 招手示意她过去 等苏默夜走近了 方才瞧清楚 这凉亭的桌子上摆着些许乱糟糟的针线 她随便寻了处舒适的地方坐了下来 开口直接道 你可是听说了 凤九认真地摆弄着手里的针线 心里不停嘀咕 这同样缝个东西 怎么查查缝的那般轻松 到了自己手中这细细的绣花针 却比桃柱拿着还未尽 看来真不是这块料 若不是想着一会儿莫少拿到手里一脸感动的神情 她恨不得现在就把这针线扔到亭子外头去 此生再不相见才好呢 听到苏末叶问她话 她随口回答道 什么事 手中的活却依旧没停 看她一副不在意的神情 苏末叶的心情有些焦躁 她皱了皱眉头 提高了些音调道 就是菊诺的事情 你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知道 与她而言 不过是一场游戏 与她而言 却是刻骨的思念 该来的 终究是来了 只是比她估计的还要早上了许多 她心里甚至在猜测 帝君的离开与这事情的发生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这菊诺事情的背后 有没有帝君的影子呢 知道 她虽然不大出去走动 但这类轰动全程的消息 她想不知道也很困难 何况身边还有一个消息 很是灵通的茶茶 她用尽得将针费力地穿过另一边 长长地遇了一口气 终于快好了 都说比喻鸟一族 对爱情如何忠贞不二 可我如今看来还真大不以为然了 我实在没想到菊诺会做出这样的事 当日看她瞅晨夜的眼神 我还以为她此生非她不嫁呢 可不过这几日的时间 却连孩子都怀上了 真真的 说到这里 她摇了摇头 剩下的话实在无法说下去了 料想她青秋九尾狐一族 虽名风淳朴 你请我愿变在一处 没有比一鸟一族众多的规矩 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一生一世一双人 认定了一个人 生生世世都绝不会改变 就如同自家爹爹对自家娘亲 就如同自己对少阳 一想到少阳 不知怎的脑海中就浮现出帝君的身影 也不知道那只狐狸是得红色吊坠 她随身带着没有 想想她那般冷漠高贵之人 腰间却别着个愁里愁气的毛茸茸 狐狸吊坠 她的心里便有些羞涩又有些温暖 脸上悄悄地泛起了红韵 现在不是让你感叹这个的时候 苏默也沉了脸 声音也压低了许多 你可知道 因着这个事 上军判了菊诺斩首 三日后于尽交的天台举行 那高悬的平台 沉闷的空气 却都掩不住少女明艳的笑容 她呼闪着大眼睛好奇地指着台上苦苦挣扎的男女 撇着嘴巴问道 那法器当真无解吗 我却不信呢 当时她哈哈一笑 漫不经心地道 这事上便没有无解的事情 有的 只是不得其门而入罢了 只是从未想过 这轻巧的一句话 葬了她一生 若是时光倒流 她必然会极郑重地告诉她 是的 确实无解 所以我们试试试试试试试 来看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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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